桃圆镇的元宵灯会上,游人熙熙攘攘,花灯缤纷豆艳,街道的两边摆满了卖小吃的摊位,叫卖声和孩子的喧闹声,还有戏般耍杂的罗罗鼓声混杂在一起,成功地促成了元宵节的氛围。 桃圆镇大地主刘福贵的女儿刘楚儿和,丫鬟小湘挤在游人当中。 小湘十四岁,是个半大的孩子,对什么都好奇,在各色小摊面前走走停停,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玩得兴高采烈。 小湘在卖棉花糖的小摊前停下,不知道和摊主老伯说了什么,说完他转过头,望着他身后五十不远的小姐刘楚儿,对着老伯伸出两个指头,老伯动作麻利,两团洁白轻柔的棉花糖很快递到小湘的手中。 小湘拿着两团棉花糖,转过身面向刘楚儿,笑叶如花地站在原地等着刘楚儿走过来。 刘楚儿慢吞吞地走着在人群里,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他原本不想出来,只是突然想到,今天是元宵节,他会不会来看花灯? 去年,他们就是猜灯迷认识的,出去走走,或许会和他偶遇。 这样想着,他就半推半就地跟着小湘出来了。 小湘把棉花糖递给小姐,看到他寡寡欲欢的样子,拉着小姐的手说,小姐,咱们我们出来玩,图得就是开心吗?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走,我们去那边猜灯迷。 小湘说着楚儿拉着的手,向街头挂满灯迷的大树走去。 刘楚儿不好扫小湘的兴致,跟着去了。 小湘不明白小姐哪来那么多忧愁。 老爷要她嫁给公家少爷,嫁就嫁嘛,哪个姑娘都会出嫁。 再说公家有权有势,小姐嫁进去还不是坐阔太太享福,过着多少姑娘都羡慕不来的生活,真不明白小姐哪来那么多忧虑。 其实,刘楚儿忧虑的是自己的婚姻大事。 她是王家的女儿,王家是桃园镇上有名的大地主。 她今年十七岁了,到了成婚的年龄。 提起婚姻的事,刘楚儿就心烦。 她爹爹王富贵一向贪财,为了攀上公家,在刘楚儿刚满六岁。 她爹爹就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了城里公园外的儿子龚世雄,定下了娃娃亲。 龚世雄这个人,刘楚儿早有听闻。 他不但长得肥头大耳,人品也极差。 自己虽然不是美若天仙,但也是长得有模有样,和龚世雄一起,简直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刘楚儿恨透了他爹爹。 龚家有人在朝廷做官。 龚世雄也就仗着张家的权势,为非作歹,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嫁这样的男人,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其实,刘富贵也没想到,龚世雄长大之后,品型容貌会如此差。 这孩子小时候,眉目分明,那张小嘴,能说善辩,是个可爱的孩子。 当时觉得自己的女儿和他结个娃娃亲,强强联手,也是好事一桩。 如今让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龚世雄这样的人, 刘富贵打心底愧对女儿。 可是他不敢毁婚,龚家有人在朝廷做官,得罪了龚家,刘家以后的日子就没发过了。 再说,自古就有郎才女貌之说。 再说,富贵人家的男人,有哪个不嫖不赌的? 他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刘楚儿心里,恋着去年元宵节上认识的李子元。 但李家不富裕,在镇上开了一间米铺,一家人靠着这个小铺的盈利度日子,生活清贫,贪财的爹爹是不会让他嫁李子元的。 去年元宵节,刘楚儿和李子元同时猜对了一个灯迷,两人因此相识。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李子元轻受俊朗的面容,不卑不亢的举止,让他难以忘怀。 嫁人这种事,由不得刘楚儿自己做主。 他不敢向爹爹提起自己的心事,只是含糊地向阿娘说过。 可是阿娘柔弱,即使心疼女儿,也不敢违抗爹爹的意思。 想到将来要嫁给一个心中厌恶的人,刘楚儿就寝食不安。 刘楚儿看到小香吃完了她的棉花糖,把自己手中的那团棉花糖递给小香说,小香,你帮我干掉它,我不想吃。 小香一边伸手接棉花糖说,小姐,你要吃点东西啊,待会饿扁了,要我背你回去,我可要打你屁股了。 刘楚儿听罢,脸色微红,伸手拍在小香的背上,推着小香,主仆二人嘻嘻哈哈地向街头走去。 他们来到大树下,看见那里围了一堆人,乱哄哄的,不知发生什么事。 小香好奇,挤进人群看热闹。 刘楚儿跟在小香身后挤进来,他看见几个公子哥,正围着队,正在两个队持着,嚷嚷着说要赔赔钱这样的话。 刘楚儿仔细一看,被围在中间的是两个年轻的男子。 那个年纪大一点男人,正是李子元,他正护着一个比他年纪略小的瘸腿少年。 他朴素地穿着在那些公子哥中,分外显眼。 原来游人太多,瘸腿的少年被人撞倒。 李子元看到之后,把他扶起来,不小心碰到了一位公子哥,弄脏了一位公子哥的衣服。 那位公子哥的一帮朋友围住李子元,要他赔偿。 李子元拿不出银子,他们当中还有的人动起手来,打破李子元的额头,还要拉着李子元,要去见官。 李子元被他们控制在中间,百口莫辩,又无法还手,面红耳赤,一脸惶恐。 小湘心善但性子急,最看不惯那些持强欺弱的人,忍不住冲着那几个公子哥儿嚷。 我看这位几位公子,衣冠楚楚,与善冠金,怎么看都是饱读诗书的人,真不知道那些圣贤书读到哪里去了。 衣服脏了,洗洗还能穿,人品若脏了,那可就难洗咯。 围观的人也符合这小湘说,哎,人家行动不便,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小湘虽然是个丫头,但这些年跟着小姐,多少受了熏陶,画笔刀尖。 哪来的臭丫头,牙尖嘴利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有人大声呵斥。 其中有一位乔公子认出刘楚,他像打了伙伴打磨了一个停止手势,转过头面向着刘楚说道, 这位不是张公子的未婚妻刘小姐吗?既然刘小姐开口,今天就放过这小子,我们走。 说吧,扬长而去。 众人散去,瘸腿少年跪在地上,不停地给刘楚儿磕头,小湘上前扶起少年。 刘楚儿看到李子元额头上还渗着血,心疼不已,掏出手帕,亲手去帮他擦额头上的血迹。 一边擦一边温柔地问,李公子,没大碍吧?要不要找个郎中看看? 李子元认出刘楚儿,心里一阵激动,但他很快隐藏起自己的心情,假装出平静的样子答道,刘小姐,见笑了,多谢刘小姐出手相助。 刘楚儿没想到会以这么狼狈的样子出现在刘楚儿面前。 自从去年猜灯迷认识刘楚儿,这位温和美丽的女子就刻印在自己的心里。 他知道刘楚儿的家世,不敢对刘楚儿表露自己的心计。 刘楚儿是有婚约在身的人,如今在街上和一个男人拉拉扯扯,如被人看到,该如何是好。 小湘在旁边看得急的,舞着手直打哑语,又不好出声阻止,刘楚儿根本就没看到小湘的手势,她的心拳在李子元身上。 我的小姐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她心里急得直喊。 李子元收拾好伤口,约好三天后在此地归还刘楚儿的手帕。 之后,就扶着瘸腿少年离开了。 刘楚儿坐轿子回家,一路上时而微笑时失神,小湘问话都听不见。 气得小湘骂有猫闹春了。 刘楚儿听了也不生气,自顾自地傻笑。 刘楚儿回到家,看到爹爹面色阴沉地坐在客厅里。 她的心又一次布满了愁云。 爹爹是不是看出来什么破绽? 平时白天很少在家的爹爹,为什么恰巧在她回家的时候出现在客厅里? 刘楚儿小心翼翼地跟爹爹打了招呼,赶紧钻进自己的闺房里躲起来。 这两天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刘楚儿一直在暗中观察爹娘的脸色。 总担心爹爹提起自己的婚事。 刘楚儿想不明白,世上怎么会有这么霸道的爹爹? 更不明白,姑娘婚姻为什么都由父母做主。 她想嫁给自己心爱的人,有什么错? 她曾跟阿娘诉苦,可是娘说,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你爹爹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怎么可能做出毁婚这样失礼的事? 刘楚儿把自己关到闺房里,天天望着窗外发呆。 窗外的桃树还没发芽,光溜溜的枝鸭被风刮得摇摇晃晃,几朵浮云在蓝天上悠闲自在地调游。 刘楚儿想,如果我是一朵白云,那该多好啊,我想飞哪就飞哪的,不受任何人约束。 我可以飞出这个架,飞出爹娘的管束。 小湘脑子聪灵,自然知道刘楚儿的心思。 她给刘楚儿泡了一壶茶,端到刘楚儿跟前说,小姐,喝杯茶吧,别想了。 小湘比刘楚儿小三岁,八岁被迈入刘家,跟着小姐已经六年了,她知道小姐的心事,只苦于自己帮不上忙。 刘家的事,都是老爷说了算,太太都不敢违背老爷的话,她这个丫头还能怎样呢? 小姐不出生的时候,她只好默默地陪在她身边。 苦等苦熬中,三天时间总于过去,到了李子元约定的见面时间。 刘楚儿心情好转,想象着和李子元见面了场景,心里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 她让小湘留意爹爹的行踪,要趁爹爹不在家的时候溜出去。 那天刘福贵刚出门,小湘按照刘楚儿的吩咐,找了之前用过的两套灰色的男装,两人穿戴好,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 奈何他们来得太早,在约定的地方转了两圈,依然见不到李子元到来。 等了许久,小湘等不耐烦了,开始责怪刘楚儿,来得出门太早。 刘楚儿看到时间还早,掏出几个铜钱,叫小湘自己去玩,到别处走走,买点小时来,自己在原地等李子元。 小湘也是等得不耐烦了,嘱咐几句小姐要小心之类的话就走了。 小湘走后没多久,刮起了几阵大风,天空暗了下来。 没过一会,一场大雨突然飘落下来。 正月的天气,虽然已经历春,但依然很冷。 风从灵口灌入身体里,一阵冷似一阵。 雨越下越大,外面的棉袍很快就湿透了。 刘楚儿想找个地方避雨,又担心李子元过来没见他又走离了,错失见面的机会。 他可是等了一年,才等来这个机会啊。 如果错过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以后要等到何年何月。 好在雨没过多久就停了。 刘楚儿聊起衣裙的下摆,用力宁肝往下躺的雨水,冷得直打哆嗦。 此时李子元也到了,看着刘楚儿浑身湿透。 李子元倒无限地愧疚,一直道歉。 刘小姐,李某来晚了,实在抱歉,在下没想到刘小姐这样早过来。 李子元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刘楚儿披在身上。 从那衣口袋里,掏出洗干净的手帕,还给刘楚儿。 说了一些感谢搭救的话,主妇刘楚儿赶紧回家换衣服,担心冷出病来。 刘楚儿却笑盈盈拉着对李子元的手,说, 李公子,三天之后,在此地归还你的衣裳,不见不散。 小香回来,正好看到李子元给刘楚儿披上衣裳,又听到刘楚儿说三天后见面的话,气炸了,骂道,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左三天,右三天,何时是个头? 小香一边拉着刘楚儿走,一边说,我的大小姐啊,就下这么一会儿雨,你也不知道找个地方避一避,非得冒着雨在那里等吗? 你傻不傻呀你。 刘楚儿由着小香唠叨,也不跟她解释,只是催着她快点走回家,她冷了。 虽然淋了雨,但刘楚儿心里高兴,能见李子元一面,她淋这场雨值得了。 主仆两人从后门进入家中,钻进闺房,换好衣服。 阿娘的婢女突然来到闺房,说,老爷让他们过去。 刘楚儿忐忑不安地来到客厅,坐阿娘身边,伸出纤细手帆在阿娘宽大的掌心里,她不敢看跌跌。 刘福贵依然阴沉着脸,渐渐女儿进来,眼皮都不抬一下。 突然刘福贵柔声说,楚儿,你准备一下,两天后你要和龚世雄成亲,嫁入公嫁。 刘福贵声音不打,却如晴天天霹雳,踢得刘楚儿的心都碎了。 两天后成亲,怎么会这么突然? 家里什么准备都没有,这件事是显然是突然决定的。 是不是爹爹突然收到了什么消息? 刘楚儿抱着头想。 刘福贵说完,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女大不中留啊,再留着就出乱子了。 刘福贵心里堵着一口气,转到她屋里抽烟。 前几天,有人跟刘福贵说,见到刘楚儿在街上与一个穷小子拉拉扯扯,他还不相信。 可是刚才下着雨,他特意去女儿的房间看了一下,女儿和小乡都不在,而且全家上下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女儿长大了,管不住了,还是早点把她嫁出去吧。 刘福贵默默地想着。 刘楚儿脑袋空空地愣坐在原地,似乎傻了一般。 阿娘,楚儿不嫁,楚儿留在家伺候阿娘。 刘楚儿突然扑在她娘的怀里,呜呜地哭了。 刘太太拍着女儿的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 叫小乡扶女儿回房。 她不是不心疼女儿,只是她深知老爷的脾气。 老爷,一向专横独断,家里的事都是她说了算,哪有自己说话的余地。 第二天,刘楚儿一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哭醒了睡,睡醒了哭。 小乡坐在她床边,该劝的劝了,该说的说了,但刘楚儿什么都听不进去,她脑子里只有李子元的身影。 晚上小乡上个茅厕回来,看到刘楚儿拿一条白铃把自己挂在横梁上了,身体还在摇晃。 小姐,小姐她上吊了。 小乡带着哭腔叫喊。 整个刘家都慌乱起来,老爷,太太,下人都涌进刘楚儿的闺房,手忙脚乱地把刘楚儿解救下来。 松开白铃,撬开嘴巴,暗人中,刘楚儿悠悠地醒过来,她扭过脸,不看爹娘。 太太瘫坐在地上,垂胸顿足地哭,楚儿啊,你若不在了,阿娘也不活了。 老爷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刘福贵板着脸说,你不就是想嫁李子元吗? 成。 爹爹成全你。 管家,你去一趟李家,叫他们准备。 明天成亲。 管家接了老爷的吩咐,出去了。 刘楚儿被扶到床上,几个丫鬟在身边伺候着。 经过这几天折腾,刘楚儿也累了。 听到刘福贵说让他嫁给李子元,紧绷的精神也就放松下来,沉沉地睡去。 恍惚中,刘楚儿见到一个白衣白发的男年轻男子,来到他床前,对他叩首拜谢。 白衣男子说,姐姐不必害怕,我是你当年救下的白狐,如今得到承仙,特地来拜谢姐姐当年的救命之恩。 洞房之夜,姐姐不必害怕。 如有需要向空中撒一把茶叶,轻换三生白狐,弟弟弟会来。 白衣男子说完,挑然而去。 刘楚儿从梦中醒来,回想梦中男子的话,感到十分疑惑。 他确实曾经过养过一只白狐,后来放生了。 可是那只白狐真的能成仙吗? 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管他呢,时间不可思议的是太多。 比如他的婚事,一向固执专横的爹爹,怎么就突然改变了主意。 刘楚儿六岁时,有一次和阿娘在街上闲逛。 经过一家皮货店,见到一个猎人提着一只白狐,要卖给皮货店的老板。 那只白狐,通体白毛,蓬松柔软,毛色洁白油亮,卷缩在铁笼子里,就如一个白色的融线球。 刘楚儿越看越喜欢,他就缠着阿娘花了很高的价钱买回家,养在一个巨大的铁笼子里。 只是养了一段时间,刘楚儿不忍心看白狐被囚困在笼子里,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在后山把白狐放了。 如今事过多年,他都快忘了白狐了。 四日一早,李家吹吹打打地来迎亲。 刘楚儿被梳妆打扮妥当,披上红盖头,送上花轿,一路热热闹闹地向李家走去。 只是越走,刘楚儿越觉得不对劲。 一早起来,刘楚儿没过小湘。 按习俗,小湘是要和他一起嫁过去的,可是这都半天了,也没见小湘穿衣打扮,他跑哪去了呢? 而且也没见爹娘找小湘,这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到了拜堂的时刻,刘楚儿虽然披着红盖头,但是现场上热闹的场面让刘楚儿感到不对劲。 按理说,李家并非大户,也不可能操办这么大的婚礼。 在从红盖头下看到的地上走来走去的人,脚上穿的鞋,也不是一般贫苦人家穿那种粗布鞋。 刘楚儿这才知道中了爹爹的圈套。 爹爹只是口头说让他嫁给李子元,实则娶他仍然是公事雄。 刘楚儿此时才明白过来,但已经晚了。 他被扶着拜了拜堂,又被送进了洞房。 刘楚儿在焦急而无奈地中渡过了两个时辰。 宾客散尽,公事雄醉醺醺被下人搀扶着进了洞房。 他粗鲁地扯下刘楚儿的红盖头,嬉笑着说,美人,你终究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李子元,他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老子抢女人。 公事雄说着凑上酒气熏天的嘴就要亲刘楚儿。 刘楚儿一阵恶心,轻巧地躲向一边。 公事雄想要霸王硬上弓,便骂道,你敢不从。 今晚,我就让你真正变成我的女人,看你怎么躲。 刘楚儿扑向门口,想开门出去,门却是被人在外面锁住了。 惶恐中刘楚儿想起梦中白衣男子的话,他悄悄掏出身上的一把茶叶洒向空中,轻唤三声,白胡,白胡,白胡。 只在一瞬间,房间里出现了一个白衣人,瞪着同龄般的眼睛,伸出长长的舌头,扑向公事雄。 公志雄醉眼朦胧,猛然看到一个白衣人,吓得嚎叫,鬼! 鬼! 有鬼! 与此同时,公家其他房间及客厅也有人大叫有鬼。 整个公家上下一片大乱。 刘楚儿趁逃出了公家,一路向李子元家奔去。 在去刘子元家的路上,刘楚儿碰到了小乡。 小乡一早被关在小屋里,就觉得事情不妥,他想去李家打听一下,却出不来。 好不容易撬开了木窗,才逃了出来,现在正想找李子元问个究竟。 刘楚儿和小乡主仆二人于是奔李家,当晚刘楚儿和李子元拜堂成亲。 第二天,刘家人找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夫妻之时。 见到此刑警,刘家只好作罢。 经过白胡这么一闹,周围的人都在议论刘楚儿有鬼邪附身, 公家经过白衣人之一闹,也不敢再来找刘楚儿的麻烦,成全了刘楚儿和李子元。 有情人忠诚眷属,刘楚儿和李子元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婚姻,夫妻恩爱,过着平淡而甜蜜的生活。 写在最后,本文只是借助一个虚构故事,歌颂至纯至美的爱情。 但婚姻是人生大事,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切勿草率行事。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的事,需要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决定。 千万不要一时感情冲动,闯入婚姻。 愿每一个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在自己的婚姻里,得到想要的幸福。 在一个遥远的古代村落里,生活着一个名叫李安的年轻男子。 他勤劳善良,深受村民们的喜爱。 李安与村里的美丽女子小芳洗劫连里,两人感情深厚,生活幸福美满。 然而,幸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小芳的母亲,也就是李安的岳母,突然病倒了。 岳母病重,需要有人日夜照料。 李安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个重任。 他每日为岳母煎药喂饭,擦洗身体,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其中,最让村民们感到惊讶的是,李安竟然每日为岳母洗澡搓背。 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非常罕见的行为,因为男女有别,更何况是女婿与岳母之间。 然而,李安却毫不在意,她只希望岳母能够早日康复。 日子一天天过去,岳母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李安心中焦虑,但她并没有放弃,依然坚持每日为岳母洗澡搓背,希望能用自己的孝心感动上天,让岳母早日康复。 然而,就在半年后的一天,岳母突然告诉李安一个惊人的消息,我怀孕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安惊恶不已。 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岳母已经年近六旬,怎么可能怀孕呢? 更何况,她每日为岳母洗澡搓背,从未有过任何不轨之举。 李安心中疑惑重重,她决定暗中调查此事。 她先是询问了村里的医师,医师告诉她,岳母的脉象确实像是怀孕了,但这种情况实在罕见,她也无法解释。 李安又悄悄观察了岳母的日常的饮食起居,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就在李安一筹莫展之际,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村里的老道士。 老道士精通阴阳之术,或许能解开这个谜团。 于是,李安找到了老道士,将岳母怀孕的事情告诉了她。 老道士听后,眉头紧锁,沉默良久才开口说道,此事非同小可,我需要亲自去你家看看。 当晚,老道士来到了李安家。 他仔细查看了岳母的情况,又询问了一些细节,然后告诉李安,你岳母并非真的怀孕,而是被一种妖邪之物所亲。 李安听后大惊失色,连忙追问老道士如何解救岳母。 老道士告诉李安,这种妖邪之物,名为媚胎,能够寄生在人体内,吸取人的精气神。 岳母之所以会怀孕,就是因为被媚胎所寄生。 要想解救岳母,必须找到媚胎的源头,将其铲除。 李安听完老道士的解释,心中既愤怒又担忧。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媚胎的源头,解救岳母。 于是,在老道士的指导下,李安开始暗中调查此事。 他四处走访村民,询问是否有人见过可疑之人货物。 同时,他也开始留意岳母的言行举止,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 经过一番调查,李安终于发现了一些端倪。 他发现,每当夜深人静时,岳母的房间总会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 而且,岳母的身体状况也在逐渐恶化,脸色苍白,精神萎靡。 李安意识到,这一切都与媚胎有关。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安决定潜入岳母的房间,一探究竟。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只见岳母躺在床上,面色惨白,呼吸微弱。 李安心中一紧,连忙上前查看。 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岳母的肚子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中钻出。 李安惊呼一声,想要后退,却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得。 这时,老道士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手持一把陶木剑,向黑色漩涡刺去。 只听一声惨叫,一道黑影从漩涡中飞出,向窗外逃去。 老道士紧随其后,追了出去。 经过一番激战,老道士终于将媚胎铲除。 他回到房间,告诉李安岳母已经脱离了危险。 李安感激涕灵,连连向老道士道谢。 事后,李安才得知,原来这媚胎是一个邪恶的道士所炼制, 用来吸取人的精气神以增强自己的修为。 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了岳母的身体虚弱,便趁机将媚胎寄生在他体内。 幸好李安及时发现病情来了老道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这次事件,李安对岳母更加孝顺了。 他每日仍然为岳母洗澡搓背,照顾得无微不至。 而岳母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不久后便康复如初。 村民们纷纷称赞李安是个孝顺的好女婿, 她的事迹也被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李安在照顾岳母的过程中, 逐渐发现了一些隐藏在村庄深处的秘密。 这些秘密似乎与岳母的病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让她开始怀疑起整个村庄的安宁。 原来,这个看似平静祥和的村庄, 实则暗流涌动,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李安在无意中发现, 村里的一些老人和岳母一样, 都曾在相同的时间段内突然病倒, 而且他们的症状都出奇地相似。 这些老人在病倒之前, 都曾去过村子的后山。 李安开始怀疑, 后山之中或许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决定暗中调查此事, 希望能找到岳母病倒的真相。 他趁着夜色, 悄悄来到后山, 开始四处寻找线索。 经过一番搜寻, 李安在后山的一个隐秘的山洞里,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符咒和法器。 这些符咒和法器都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让他感到一阵心悸。 他意识到, 这些东西可能与岳母的病情有关。 于是, 李安将这些东西带回了家中, 请教村里的老道士。 老道士看到这些东西后, 脸色大变, 告诉李安这些都是邪道之物, 用来吸取人的精气神, 炼制邪恶的法术。 他猜测, 岳母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之所以会病倒, 很可能就是因为被这些邪道之物所侵。 听到这里, 李安心中涌起一股怒火。 他决心要找出幕后黑手, 为岳母和村里的老人们讨回公道。 在老道士的帮助下, 他开始调查这些邪道之物的来源。 经过一番追查, 他们终于发现, 这些东西都是被一个名叫黑袍的神秘人物所炼制。 黑袍是一个邪恶的道士, 他利用邪道之术吸取人的精气神, 增强自己的修为。 他看中了这个村庄的宁静和村民们的淳朴, 便在此地设下了邪阵, 利用岳母和村里的老人们作为祭品, 炼制邪恶的法术。 得知真相后, 李安和老道士决定联手铲除黑袍, 解救岳母和村里的老人们。 他们经过一番准备, 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找到了黑袍的藏身之处。 一场激战在即, 黑袍的法术虽然强大, 但在李安和老道士的联手攻击下, 也逐渐显露出败事。 就在即将击败黑袍的关键时刻, 黑袍突然寄出一个黑色的法器, 向李安和老道士袭来。 李安和老道士躲避不及, 被黑色法器击中, 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当他们恢复过来时, 发现黑袍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们四处搜寻, 却找不到黑袍的踪迹。 虽然未能彻底铲除黑袍, 但李安和老道士 还是成功解救了岳母和村里的老人们。 他们利用法术驱散了邪阵, 让岳母和老人们恢复了健康。 村民们得知真相后, 纷纷对李安和老道士表示感激和敬意。 然而, 黑袍的逃走却让李安心中始终不安。 他知道, 黑袍不会就此罢休, 他一定会再次卷土重来。 为了保护村民们的安宁, 李安决定留在村庄, 继续守护这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村庄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然而, 李安却从未忘记过黑袍的存在。 他时刻保持着警惕, 时刻准备着应对黑袍的再次袭击。 终于有一天, 黑袍再次出现了。 他带着更强大的法术和更邪恶的目的, 再次向村庄发起了攻击。 李安和老道士挺身而出, 与黑袍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 经过一番激战, 李安和老道士终于击败了黑袍, 将他彻底铲除。 然而, 在黑袍临死前, 他却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预言。 我虽死, 但我的力量不会消失。 总有一天, 会有更强大的敌人出现, 威胁这个村庄的安宁。 黑袍的话, 让李安心中一阵悸动。 他知道, 这个村庄的安宁只是暂时的,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挑战和危险等待着他。 然而, 他并没有因此感到恐惧和退缩。 相反, 他更加坚定了守护村庄的决心。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李安的冒险却仍在继续。 他将继续守护着这个村庄, 守护着岳母和村民们的安宁。 而未来的挑战和危险, 也将成为他成长和历练的机遇。 至于那个更强大的敌人何时会出现, 又将带来怎样的危机, 那就留待后续的故事去揭晓了。 大周朝, 岭南一带有个偏僻的小山村, 名叫青牛村。 村中有个侨夫, 名叫马大壮, 此人身材魁梧, 长得五大三粗, 是村中一等一的好手。 他父母早逝, 家中只有他一人, 平日以打柴为生。 这日, 马大壮又到山中砍柴, 他边走边唱, 心情极好。 到了山中, 他选了一棵大树, 挥舞着斧头砍了起来。 到了中午时分, 马大壮已砍下了好几捆柴。 他捆好柴火, 准备背下山去。 这时, 他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女人的护救声。 他心中一动, 放下柴火, 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穿过一片密林, 马大壮来到一个山崖边, 只见一个美貌妇人 被几个大汉围着, 那妇人衣衫不整,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马大壮见状大怒, 他大喝一声, 冲了上去。 那几个大汉 被他这一喝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见只是个侨夫, 不由大怒, 挥拳向马大壮打。 马大壮虽然是个侨夫, 但力气极大, 他左躲右闪, 躲过几个大汉的攻击, 然后一拳一个, 将几个大汉打倒在地。 那美貌妇人 见马大壮打倒了几个大汉, 连忙上前道谢。 马大壮见他衣衫不整, 忙脱下自己的外衣, 披在他的身上。 妇人感激涕零, 对马大壮说道, 恩公, 奴家名叫小方, 是邻村之人。 今日奴家到山中采药, 不想遇到这几个恶贼, 幸得恩公相救, 否则奴家今日难逃厄运。 马大壮说道, 娘子不必多礼,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乃我辈本分。 小方说道, 恩公, 奴家家中还有老母, 奴家担心那几个恶贼 会去找奴家麻烦, 恩公可否送奴家一程。 马大壮点了点头, 说道, 娘子放心, 我这就送你回去。 他背起柴火, 和小方一起下了山。 到了山下, 小方指着一处茅屋说道, 恩公, 那就是奴家的住处。 马大壮将小方送到茅屋前, 只见一个老妇人从屋中走出, 见到小方, 一把抱住他, 哭道, 方儿, 你没事吧? 小方说道, 娘, 我没事, 多亏这位恩公相救。 老妇人向马大壮道谢, 又请他进屋喝茶, 马大壮见天色已晚, 便推辞道, 不必了, 天色已晚, 我还要赶回家去。 小方说道, 恩公, 奴家有一事相求。 马大壮说道, 娘子请讲。 小方说道, 恩公, 奴家见你相貌堂堂, 为人仗义, 心中甚是敬佩。 奴家家中, 只有我和老妇二人, 生活艰难。 奴家想请恩公留下来, 帮奴家砍柴打猎, 奴家愿以身相许, 不知恩公意下如何。 马大壮一听, 心中大喜, 他早就对小方心生爱意, 只是不敢开口。 如今小方主动提出, 他自然求之不得。 他忙说道, 娘子, 我马大壮虽然是个粗人, 但也是个知恩图报之人。 娘子若不嫌弃, 我愿留下来照顾你和老母。 小方闻言, 脸上露出喜色, 说道, 恩公, 你答应了。 马大壮点头说道, 我答应了。 于是, 马大壮便留在了小方家中, 帮他们砍柴打猎, 照顾他们的生活。 小方母女二人对马大壮感激不尽, 将她视为恩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 马大壮和小方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这日, 马大壮到山中打猎, 回来时已是傍晚时分。 他走到村口, 忽然想起小方的话, 便绕到村后, 从后门进了家。 他走进屋中, 只见小方正坐在桌旁等他, 桌上摆着几样小菜, 还有一壶酒。 小方见他回来, 忙起身相迎, 说道, 恩公, 你回来了。 马大壮说道, 我回来了, 娘子, 你怎么还没吃饭? 小方说道, 奴家等你一起吃。 两人坐下吃饭, 马大壮边吃边问道, 娘子, 你为何要我晚上回家走后门? 小方闻言, 脸色一变, 放下筷子, 说道, 恩公, 此事说来话长。 奴家本非人类, 而是山中修炼千年的狐妖。 那日奴家采药时, 被那几个恶人所伤, 幸得恩公相救。 奴家感念, 才以身相许, 报答恩公的救命之恩。 马大壮一听, 心中虽然吃惊, 但他早已对小方情根深重, 并不在意他的身份。 他握住小方的手, 说道, 娘子, 无论你是人是妖, 我都不会嫌弃你。 我只希望我们能在一起, 白头偕老。 小方听了, 眼中闪过一丝泪光, 他依偎在马大壮的怀里, 说道, 恩公, 奴家也希望能和恩公在一起, 共度余生。 但是, 奴家有一事相求, 希望恩公能答应。 马大壮说道, 娘子请讲,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答应你。 小方说道, 恩公, 奴家虽然是妖, 但从未害过人。 然而, 这山中却有一个妖道, 他修炼邪术, 残害生灵。 他得知奴家的存在后, 多次前来骚扰, 想要奴家做他的妖妾。 奴家誓死不从, 他便威胁奴家, 说要杀了恩公。 奴家担心恩公的安危, 所以才让你晚上回家走后门, 避开他的耳目。 马大壮文言大怒, 说道, 这妖道竟敢威胁我的娘子, 我定要找他算账。 小方说道, 恩公, 那妖道法力高强, 你不是他的对手。 奴家有一计, 可除此妖。 马大壮说道, 娘子请讲。 小方说道, 那妖道修炼邪术, 需要一种特殊的药材。 这种药材, 只有奴家知道在哪里。 奴家可以引他去采药, 然后恩公趁机偷袭他。 这样或许能除掉他。 马大壮点了点头, 说道, 娘子此计甚妙, 我们就这么办。 于是, 两人商量好计策, 决定择日行动。 这日, 小方故意在山中留下线索, 引诱那妖道前来。 那妖道果然重计, 跟着线索找到了小方。 小方假意与他周旋, 将他引到了一处险地。 马大壮早已埋伏在暗处, 见那妖道追来, 便一跃而出, 挥拳向那妖道打去。 那妖道虽然惊讶, 但他毕竟修炼多年, 法力高强。 他轻松躲过马大壮的攻击, 反手一招, 便将马大壮打倒在地。 小方见状大惊, 忙上前扶住马大壮, 说道, 恩公, 你没事吧? 马大壮摇了摇头, 说道, 我没事。 那妖道剑, 两人情深义重, 眼中闪过一丝极度之色。 他冷笑道, 好一对恩爱夫妻, 可惜今日就要阴阳相隔了。 说着, 他伸手向小方抓去。 小方身形一闪, 躲过了他的攻击。 他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冒出一股青烟, 化作一只巨大的狐狸, 向那妖道扑去。 那妖道见状大惊, 他没想到小方竟有如此法力。 他忙挥动手中的法杖, 与狐狸斗在一起。 马大壮剑壮, 趁机爬起来, 捡起一根木棍, 向那妖道打去。 那妖道分心二用, 被马大壮打中了几棍, 虽然不中, 但也让他分了心。 小方趁此机会, 一口咬住了那妖道的脖子。 那妖道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不动了。 马大壮和小方剑壮大喜, 他们终于除掉了这个妖道。 两人回到家中, 相拥而弃。 他们知道, 从此以后, 他们可以安心地在一起了。 然而,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就在他们以为 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村中却发生了一系列诡异的事情。 先是村中的家禽家畜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然后是有人发现村中 出现了奇怪的脚印和痕迹。 有人说看到了妖怪的影子, 有人说听到了鬼怪的哭声。 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 马大壮和小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们开始调查这些事情的原因。 经过一番调查, 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那妖道并没有死, 他只是在装死逃脱。 他利用自己的邪术, 控制了村中的一些人, 让他们为他做事。 而那些失踪的家禽家畜, 都是被他的人抓去了。 马大壮和小方决定再次出手, 除掉这个妖道。 他们设下陷阱, 引诱那妖道前来。 经过一番激战, 他们终于将那妖道制服。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那妖道却突然狂笑起来。 他说道, 你们以为你们赢了吗? 其实, 你们都错了。 我不过是这山中的一个小妖而已, 真正的大妖还没有出现呢。 你们等着, 他很快就会来找你们了。 说完, 那妖道便化作一阵青烟消失了。 马大壮和小方面面相去, 他们知道, 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 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迎接未知的挑战。 然而, 那真正的大妖究竟是谁? 它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 这一切都是。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清晨, 苏州城的小巷里, 人们熙熙攘攘地开始了新的一天。 这其中, 有一个年轻的菜农, 名叫林毅。 他每日挑着自家种的蔬菜, 沿着青石板路, 走过小桥流水, 到市集上去售卖。 虽然日子轻苦, 但他乐观开朗, 总是挂着微笑。 这一日, 林毅像往常一样在市集上摆摊, 突然, 一位衣着华丽的公子哥走到他的摊位前, 对他的蔬菜赞不绝口。 公子哥出手阔绰, 不仅买下了所有的蔬菜, 还邀请林毅去府上做客, 说是要与他结为朋友。 林毅心中疑惑, 但看着公子哥气度不凡, 便随他去了。 到了府上, 公子哥设宴款待, 席间言谈甚欢。 公子哥自称是城中的富商之子, 名叫赵宇, 对林毅的勤劳和朴实十分欣赏, 想要资助他做些生意。 林毅本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 哪里懂得做生意的弯弯绕绕, 但赵宇的热情让他盛情难缺, 便答应了下来。 赵宇出手大方, 不仅给了林毅一笔丰厚的启动资金, 还介绍了不少城中的达官贵人为他捧场。 就这样, 林毅的生意越做越大, 从一个小小的菜农变成了城中有名的富商。 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府邸豪华, 仆人成群, 但他心中却始终惦记着家中的妻子, 名叫婉儿。 婉儿是个贤良淑德的女子, 自从林毅外出做生意后, 便在家中操持家务, 照顾年迈的公婆。 他虽然也听说了林毅报复的消息, 但心中并无多少欢喜, 反而更加担心他的安全。 林毅每每回家, 都会给婉儿带回许多珍贵的礼物, 但婉儿总是淡淡一笑, 说他更希望他能平安归来。 林毅不解, 以为婉儿是过惯了清苦的日子, 不习惯现在的富贵。 然而, 好景不长。 一日, 林毅正在府中处理生意上的事情, 突然接到家中传来的噩耗, 婉儿病重不治, 已经离世了。 林毅闻讯如雷鸡顶, 急忙赶回家中, 只见婉儿躺在床上, 面色苍白, 已经没有了气息。 林毅悲痛欲绝, 他不明白, 为何婉儿会突然离他而去。 他怀疑是有人下毒手, 但家中仆人都说, 婉儿是自然病故, 并无异样。 林毅心中一律重重, 但又无从查起。 就在这时, 林毅的表哥李轩闻讯赶来。 李轩是个见多识广的人, 他见林毅悲痛欲绝, 便安慰他说, 表弟, 节哀顺便。 婉儿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林毅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盲问, 表哥,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 李轩沉吟片刻, 说, 婉儿平时身体康健, 怎会突然病故? 而且, 我听说他在病重前, 曾在家中神秘失踪过一段时间, 回来后就变得郁郁寡欢。 我觉得, 这其中必有蹊跷。 林毅听了, 心中一惊, 他想起了, 婉儿病重前, 的确曾神秘失踪过一段时间, 回来后, 确实变得有些不同往常。 但他当时忙于生意, 并没有多想。 李轩见林毅面露一色, 便说, 表弟, 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的真相。 婉儿是个好女子, 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林毅感激地点了点头, 她知道表哥是个有本事的人, 有他帮忙, 一定能查出真相。 于是, 李轩开始暗中调查婉儿的死因。 她先是询问了家中的仆人, 了解婉儿生前的行踪和接触的人。 然后, 她又去了婉儿的墓地, 查看是否有什么异常之处。 经过一番调查, 李轩发现了一些端倪, 原来, 婉儿在病重前曾去过城中的一座废弃庙宇, 回来后就变得神情恍惚。 而且, 那座庙宇附近的居民都说, 最近晚上总能听到奇怪的哭声和尖叫声, 仿佛有什么鬼怪作祟。 李轩心中一动, 她决定夜叹废庙, 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 当晚, 月黑风高, 李轩悄悄地来到了废庙前。 她推开门, 走了进去。 只见庙内阴森恐怖, 四处都是珠网灰尘。 她小心翼翼地走着, 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哭声。 她顺着哭声走去, 只见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正跪在地上哭泣。 李轩心中一惊, 这女子不是瓦儿吗? 她急忙走上前去, 想要扶起瓦儿。 然而, 就在她触碰到瓦儿的一瞬间, 她突然化作一缕青烟, 消失在空气中。 李轩惊愕不已, 她明白自己遇到了鬼怪。 就在这时, 一个阴森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你说道,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擅闯此地。 你可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李轩心中一灵, 她深吸了一口气, 撞着胆子说道, 我乃林毅之表哥, 来此寻找瓦儿之死因。 若有冒犯之处, 还请海涵。 那阴森的声音冷笑一声, 说道, 瓦儿, 她做过的是不对, 自然会有报应。 你若是想救她, 就去找出真相吧。 说完, 那声音便消失了。 李轩愣在原地, 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她知道, 这废庙中定有隐情, 而瓦儿的死因, 也必定与此有关。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轩开始四处奔走, 寻找关于废庙和瓦儿的线索。 她先是去了城中的庙宇和道观, 询问是否有关于废庙的传说或记载。 然后, 她又去了城外的山林, 寻找是否有其他知情者。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李轩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 原来, 那座废庙曾是一座香火鼎盛的庙宇, 供奉着一位名叫夜叉神的神灵。 然而, 在数十年前, 庙宇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导致香火断绝, 庙宇也逐渐荒废。 据说, 当时庙宇中的一位女香客突然失踪, 不久后, 有人发现她惨死在庙中。 自此以后, 庙宇便常有鬼怪出没, 夜晚时常传出哭声和尖叫声。 而婉儿去废庙的那段时间, 正好是夜叉神的忌日。 李轩心中一惊, 她意识到婉儿的死与这废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决定深入调查, 找出真相。 于是, 李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再次来到了废庙。 她手持一把锋利的短剑, 心中默念着护身咒语,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庙中。 庙内一片漆黑, 只有微弱的月光从破旧的窗户中透进来。 李轩平住呼吸, 静静地聆听着周围的动静。 突然, 一阵阴风吹过, 庙中的神像似乎动了一下。 李轩心中一紧, 她紧握短剑, 警惕地环顾四周。 这时, 她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哭声, 声音似乎是从神像后面传来的。 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只见神像后面有一个暗门。 她推开门, 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是一个狭窄的地道, 地道尽头有一扇紧闭的石门。 李轩心中一动, 她猜测, 婉儿可能来过这里。 她用力推开石门, 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是一个宽敞的地下室, 墙上挂满了各种奇怪的法器和符咒。 在地下室的中央, 有一个祭台, 祭台上放着一个黑色的木盒。 李轩走过去, 打开木盒, 只见里面放着一本泛黄的古籍和一张瓦儿的画像。 她翻开古籍, 只见上面写着一些关于夜叉神的传说和祭祀方法。 原来, 夜叉神是一位邪恶的神灵, 需要用人写来祭祀。 而那位失踪的女香客, 正是被用来祭祀夜叉神的牺牲品。 李轩心中一寒, 她意识到婉儿可能也是被卷入了这场邪恶的祭祀中。 她继续翻阅古籍, 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婉儿的父亲曾是这座庙宇的祭祀, 她因为不满夜叉神的邪恶祭祀, 而带着婉儿逃离了这里。 然而, 夜叉神并未放过他们。 她派出了鬼怪追杀婉儿的父亲, 导致她惨死。 而婉儿则因为知晓了这个秘密, 而被鬼怪盯上。 李轩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和悲痛。 她明白, 婉儿的死与这废庙和夜叉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她决定要为民除害, 消灭这个邪恶的神灵。 于是, 李轩开始四处寻找能够对付夜叉神的方法。 她请教了许多道士和高僧, 学习了许多驱鬼降妖的法术。 然后, 她再次来到了费庙, 准备与夜叉神一决高下。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在费庙中展开。 李轩与夜叉神斗志斗勇, 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战斗, 终于将夜叉神击败。 费庙中的鬼怪也随之消散, 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然而, 就在李轩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原来, 婉儿的灵魂并未消散, 而是被夜叉神囚禁在了费庙中。 李轩心中一痛, 她决定要救出婉儿的灵魂。 但是, 救出婉儿的灵魂并不容易。 李轩需要找到一种能够解开夜叉神封印的方法。 她再次踏上了寻找之旅, 希望能够找到救出婉儿的希望。 然而, 前方的道路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李轩是否能够成功救出婉儿的灵魂? 婉儿的命运又将如何? 这一切都成为了悬念, 等待着读者去揭晓。 很久以前, 在蓝田县, 有一个叫阿牧的年轻人, 他为人善良, 勤劳能干, 但家境贫寒, 父母早逝, 只能一个人靠着吉姆薄田生活。 这天, 阿牧去山里砍柴, 忽然听到一阵嘶嘶声, 他抬头一看, 只见一条小青蛇被一根树枝缠住了, 正用力地挣扎着。 阿牧赶紧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树枝, 将小青蛇解救了出来。 小青蛇感激地看着他, 然后扭动着身体, 消失在草丛中。 阿牧也没多想, 继续砍柴, 然后回家去了。 然而, 他没想到, 这条小青蛇, 竟然会改变他的命运。 原来, 这条小青蛇并非普通的蛇, 而是山中蛇仙的女儿, 名叫小翠。 小翠被阿牧的善良所打动, 决定以身相许, 报答他的恩情。 于是, 小翠化身成一个美丽的女子, 来到了阿牧的家中。 他温柔贤惠, 勤劳能干,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阿牧对小翠非常满意, 两人感情日益深厚。 然而, 好景不长。 有一天, 村里的恶霸张二狗 看到了小翠的美貌, 心生邪念, 想要霸占他。 他仗着家中势大, 强行向阿牧提亲, 要娶小翠为妻。 阿牧自然不肯, 但张二狗却威胁他说, 你若不答应, 我就让你在村里无法立足。 阿牧虽然心中愤怒, 但也无可奈何。 小翠知道后, 决定用自己的法力 来对付张二狗。 他化作一条大蛇, 将张二狗吓得半死。 张二狗虽然心中害怕, 但还不肯罢休, 他四处寻找法师, 想要降服小翠。 这天晚上, 阿牧正在家中与小翠闲聊,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阿牧打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道士打扮的人站在门外, 自称是路过的法师, 要降妖除魔。 阿牧心知肚明, 这道士肯定是张二狗找来的。 他心中紧张, 但表面上却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将道士请进了屋。 道士一进门, 就四处张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小翠健壮, 知道事情不妙, 他悄悄对阿牧说, 你千万别说话, 我来应付他。 说完, 小翠就化作一条大蛇, 从屋中冲了出来。 道士健壮, 立即掏出一张符纸, 念念有词地朝大蛇扔去。 然而, 符纸却在小翠面前化作了一缕青烟。 原来, 小翠的法力高强, 岂是这道士所能降服的? 他张开大嘴, 朝道士喷出一股白烟。 道士顿时头晕目眩, 跌倒在地。 阿牧见状, 赶紧上前扶起道士, 说道, 道长莫怪, 我家娘子只是山中修炼的蛇仙, 并无恶意。 还请道长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吧。 道士听了阿牧的话, 心中一惊, 他没想到这女子竟然是蛇仙。 他自知不是对手, 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张二狗得知此事后, 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不敢再招惹小翠了。 他害怕小翠的抱负, 只好夹着尾巴做人。 阿牧和小翠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他们相亲相爱, 共同经营着这个家。 小翠用自己的法力帮助阿牧改善生活, 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然而, 就在阿牧和小翠即将结婚的时候,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晚上, 阿牧躺在床上, 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总感觉心里有些不安,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一阵轻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阿牧, 你睡了吗? 阿牧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小翠正站在床边, 脸上带着一丝忧色。 小翠, 你怎么了? 阿牧问道。 小翠叹了口气, 说道, 阿牧,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其实, 我并非凡人, 而是蛇仙的女儿。 我与你在一起, 虽然幸福快乐, 但也给你带来了一些麻烦。 如今, 我们即将结婚, 但我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必须离开一段时间, 去处理一些事情。 你不用担心, 我会尽快回来的。 阿牧听了小翠的话, 心中虽然有些不舍, 但也理解她的苦衷。 她紧紧握住小翠的手, 说道, 小翠, 你去吧。 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相信你的。 小翠听了阿牧的话, 心中感动不已。 她深情地看了阿牧一眼, 然后化作一道清烟, 消失在了夜空中。 阿牧望着小翠离去的方向, 心中充满了思念和担忧。 她不知道小翠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她何时能回来。 但她相信, 小翠一定会回来的, 他们会一起度过余生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阿牧每天都在等待着小翠的归来。 她时常站在村口, 望着远方, 期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会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然而, 小翠却始终没有出现。 就在阿牧快要绝望的时候, 终于传来了小翠的消息。 这天, 一个陌生的道士来到了村里, 他告诉阿牧, 小翠已经被困在了一个险恶的地方, 需要有人去救他。 阿牧一听, 心急如焚, 立刻向道士询问详情。 道士告诉他, 小翠为了救他, 不慎陷入了一个妖怪的陷阱, 现在生死未卜。 只有找到一种叫做灵心草的神奇草药, 才能救出小翠。 阿牧毫不犹豫地决定去寻找这种草药。 他告别了村里的乡亲们, 踏上了寻找灵心草的艰险之旅。 一路上, 阿牧历经千辛万苦, 跋山涉水, 终于找到了灵心草的所在地。 然而, 守护这种草药的却是一只凶猛的妖兽。 阿牧与妖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最终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毅力, 成功击败了妖兽, 取得了灵心草。 阿牧带着灵心草回到了村里, 找到了那位道士。 道士告诉他, 要想救出小翠, 还需要经过一道考验。 这道考验非常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丧命。 但阿牧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考验,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救出小翠。 经过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考验, 阿牧终于来到了小翠被困的地方。 他看到小翠虚弱地躺在地上, 心中一阵疼痛。 他立刻拿出灵心草, 喂给小翠吃下。 随着灵心草的效力发作, 小翠的脸色逐渐恢复了红润。 他睁开眼睛, 看到了阿牧, 眼中充满了感激和爱意。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仿佛要将彼此融入自己的身体里。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和考验, 终于能够重逢了。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一阵妖风刮来, 一个邪恶的妖怪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个妖怪正是设下陷阱, 困住小翠的罪魁祸首。 妖怪看着阿牧和小翠, 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他想要吞噬他们的精气, 提升自己的修为。 阿牧和小翠知道, 他们必须联手对抗这个妖怪, 才能有一线生机。 一场激战在山谷中展开。 阿牧和小翠凭借着彼此之间的默契和配合, 与妖怪展开了殊死搏斗。 他们的身影在山谷中穿梭, 见光与妖气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 终于, 在阿牧和小翠的共同努力下, 妖怪被成功击败。 他们疲惫但喜悦地相拥在一起, 感叹着劫后余生的幸运。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山谷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原来, 这个山谷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一个能够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入口。 阿牧和小翠站在入口前, 心中充满了犹豫和不安。 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去探索这个秘密。 就在这时, 他们的耳边响起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你们是否愿意踏上新的旅程, 去探寻未知的世界? 阿牧和小翠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坚定和勇气。 他们知道, 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和挑战, 他们都会携手面对。 于是, 他们手牵手走进了那个神秘的世界, 开始了新的冒险旅程。 从此以后, 阿牧和小翠过上了更加精彩和刺激的生活。 他们不断地探索着新的世界, 面对着各种未知的挑战。 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然而, 他们的冒险旅程并未结束。 在那个神秘的世界中,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危险? 阿牧和小翠是否能够成功应对所有的挑战? 这些问题都留给了读者去想象和猜测。 或许有一天, 当阿牧和小翠再次回到蓝田县的时候, 他们会带来更加惊人的故事和经历。 而他们的故事也将永远成为民间传说中的一段佳话。 至于阿牧和小翠在神秘世界中的冒险经历, 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这些问题就留给读者去想象和期待了。 毕竟, 一个好的故事总是需要留下一些悬念和未知, 才能让人回味无穷。 话说古时候, 在幽州城外的一个小山村里, 有个叫赵大川的年轻后生。 赵大川为人憨厚老实, 勤劳能干, 平时以打柴为生。 这日, 赵大川上山打柴, 在走到半山腰时, 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呼救声。 他顺着声音找去, 发现声音是从一个深坑里传出来的。 赵大川急忙下到深坑, 发现坑底躺着一个须发揭白的老翁, 老翁的一条腿断了, 血流不止。 赵大川见状, 连忙撕下一脚替老翁包扎伤口, 又将他背出深坑, 送回了家中。 老翁名叫马三和, 是个孤苦无依的老汉。 前几日, 马三和上山采药, 不慎摔下山崖, 幸得赵大川相救, 这才捡回一条命。 马三和为感谢赵大川的救命之恩, 打算将自己养的一头驴送给他。 赵大川一听, 连忙白手拒绝道, 老翁, 我救你是出于本心, 并不是徒你的驴。 你身体刚有好转, 正需要这头驴帮你干活。 我怎么能要呢? 马三和却坚持道, 大川啊, 我已是风烛残年, 说不定哪日就去了。 这头驴跟着我, 也是吃苦受罪。 你年轻力壮, 正是需要它的时候, 你就收下吧。 赵大川见马三和态度坚决, 便不再推辞, 收下了这头驴。 这驴子浑身乌黑, 四体雪白, 十分神俊。 自从有了这头驴, 赵大川上山打柴就轻松多了, 不再需要自己背柴下山, 只需将柴捆在驴背上即可。 这天, 赵大川打柴归来, 在路过村口时, 突然听到一阵悠扬的歌声。 他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美貌女子正在河边洗衣。 赵大川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 不觉看得吃了。 女子洗完衣服后, 见赵大川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 不禁羞红了脸。 他称怪道, 你这人怎么如此无礼, 盯着人家看个不停。 赵大川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道歉道, 姑娘莫怪, 我, 我只是觉得你长得太美了, 一时看呆了眼。 女子闻言, 脸上飞起一抹红霞, 低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从未见过你? 赵大川如实答道, 我叫赵大川, 就住在山脚下的那个小山村里。 姑娘你呢? 你又是哪里人士? 女子道, 我叫小芳, 是隔壁村子的人。 我爹是村里的父户, 家中有良田白母, 牛羊成群。 我今日来河边洗衣, 不想遇到了你。 两人一番交谈后, 彼此都有了些许好感。 此后, 赵大川每次打柴归来, 都能遇到小芳在河边洗衣。 两人或聊天, 或唱歌, 感情日渐升温。 这日, 赵大川鼓起勇气向小芳求婚。 小芳害羞地点了点头, 答应了他的求婚。 赵大川欣喜若狂, 连忙回家准备聘礼, 打算择日去小芳家提亲。 然而, 当赵大川带着聘礼来到小芳家时, 却遭到了小芳爹的拒绝。 小芳爹是个势利眼, 见赵大川家徒四壁, 一贫如喜, 根本看不上他。 他冷笑着说道, 赵大川,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就你这穷酸样, 也配娶我女儿。 你走吧, 我家不欢迎你。 赵大川闻言, 如遭雷击, 他跪在小芳爹面前, 苦苦哀求道, 岳父大人, 求您成全我和小芳吧。 我虽然穷, 但我会努力干活, 让小芳过上幸福日子的。 小芳爹却不为所动, 他冷哼道, 幸福日子。 你拿什么给他幸福? 你走吧, 别再纠缠我女儿了。 说着, 他吩咐家丁将赵大川赶了出去。 赵大川无奈, 只得寒泪离开。 他心中郁郁寡欢, 不知如何是好。 当晚, 赵大川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就在这时, 他听到驴子突然开口说话了, 大川啊, 你为何如此愁眉苦脸? 赵大川大吃一惊, 他坐起身来, 看着眼前的驴子, 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 你会说话。 驴子点了点头, 说道, 我不仅会说话, 还能帮你娶到小方。 赵大川闻言, 喜出望外, 他连忙问道, 真的吗? 那你快告诉我, 该怎么办? 驴子沉思片刻后, 说道, 明日你带着我去城里, 将我卖了换些银两。 然后, 你拿着这些银两, 去小方家提亲, 他爹见你有了钱, 或许就会答应你们的婚事。 赵大川一听, 心中五味杂陈。 这头驴救过他的命, 又帮他干了不少活, 他如何忍心将其卖掉? 然而, 想到小方那甜美的笑容, 他又觉得只要能娶到他, 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 于是, 第二天一大早, 赵大川便牵着驴子进了城。 他在市集上找了个显眼的位置, 将驴子拴好, 然后大声吆喝起来, 卖驴了, 卖驴了, 一头神菌的黑驴, 四体雪白, 能驼能跑, 价格便宜, 快来买呀。 很快, 赵大川的吆喝声, 便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有人摸着驴子的皮毛, 赞不绝口, 有人询问价格, 打算购买。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赵大川最终以五十两银子的价格, 将驴子卖给了一个富商。 拿到驴子的赵大川, 心中五味杂陈, 既有不舍, 又有期待。 他告别了驴子, 怀揣着银子直奔小方家而去。 到了小方家, 赵大川将银子双手奉上, 对小方爹说道, 岳父大人, 请您成全我和小方吧。 这是我卖驴换来的银子, 我愿意用它作为聘礼, 迎娶小方过门。 小方爹见赵大川真的拿来了银子,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之色。 他颠了颠手中的银子,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咳嗽了一声, 说道, 嗯, 你既然有这份心意,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吧。 不过, 你得记住, 以后要好好对待小方, 否则我饶不了你。 赵大川文言大喜过望, 连忙磕头谢恩道, 多谢岳父大人成全。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方的。 就这样, 赵大川终于如愿以偿地 娶到了小方。 两人婚后恩爱有加, 过着幸福甜蜜的日子。 然而, 他们并不知道, 一场灾难正悄然逼近。 原来, 小方爹虽然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但心中却对赵大川的出身耿耿于怀。 他暗中勾结了一伙强盗, 打算在赵大川和小方回门之日, 将他们截杀在途中。 这日, 赵大川和小方骑着驢子回门。 他们一路上说说笑笑, 丝毫不知危险即将降临。 当他们行至一处偏僻的山林时, 突然冲出一伙蒙面强盗, 将他们团团围住。 强盗头子手持钢刀, 指着赵大川喝道,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赵大川见状, 心中一惊, 他连忙从怀中掏出剩下的银子, 递给强盗头子说道, 各位好汉, 这是我们所有的银子了, 请放我们一马吧。 然而, 强盗头子却根本不看银子一眼, 他冷笑道, 哼, 你以为我们是为了你的银子吗? 我们是奉了你岳父之命, 来取你性命的。 说着, 他挥刀便砍向赵大川。 赵大川大惊失色, 他拼命躲闪, 但最终还是被强盗头子砍中了一刀。 他顿时血流如注, 跌倒在地。 小方健壮, 惊呼一声, 扑到赵大川身边哭道, 大川, 你怎么样了? 你不要死啊。 赵大川挣扎着握住小方的手, 说道, 小方, 你快跑吧, 别管我了。 然而, 小方却不肯离开, 他紧紧抱住赵大川, 哭道, 不, 我不走, 我要和你一起死。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狂风刮来, 吹得众人睁不开眼睛。 当风停后, 人们惊讶地发现, 原本倒在地上的赵大川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头神郡的黑驴。 黑驴四提生风, 冲向强盗门。 强盗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惊慌失措, 纷纷四散逃窜。 黑驴紧随其后, 将强盗门一一击倒。 很快, 强盗门便被打得落花流水, 狼狈而逃。 小方健壮, 惊喜交加地扑到黑驴身边, 哭道, 大川, 是你吗? 你怎么变成驴子了? 黑驴转过头来, 眼中闪过一丝人性化的光芒。 他轻轻蹭了蹭小方的脸颊, 然后低头舔了舔自己的伤口。 伤口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 小方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突然明白过来, 原来, 你一直都能说话, 你为了救我, 才卖身换钱, 又为了救我变成驴子击退强盗。 你对我的爱, 我永生难忘。 黑驴温柔地看着小方, 眼中满是爱意。 他轻轻丝鸣一声, 然后载着小方消失在山林之中。 自那以后, 人们再也没有见过赵大川和小方。 有人说他们被神仙救走了,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也有人说他们隐姓埋名, 远离了尘世的纷扰。 然而, 无论真相如何, 话说明朝末年, 江南地区有个叫李锋的货廊, 此人长得高大威猛, 相貌堂堂, 靠着走街串巷贩卖些针头线脑, 小本经营, 倒也能养家糊口。 这日, 李锋挑着担子来到一个陌生的镇子, 他四处看了看, 发现镇口有家客栈, 便将担子放在一旁, 准备进去歇歇脚。 他刚走到客栈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阵阵打斗声, 伴随着兵器的碰撞声, 以及男人的怒吼声。 李锋心中好奇, 便站在门口朝里面张望。 只见客栈大堂里, 几个镖形大汉正围着一个和尚拳打脚踢, 那和尚虽然不还手, 但身法灵活, 几个大汉竟奈何不了他。 李锋本想上前帮忙, 可仔细一瞧, 发现那和尚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却是一脸笑意, 似乎并不在意。 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猛地一脚踢在和尚身上, 将他踹倒在地。 那壮汉怒喝道, 你这秃驴, 竟敢偷我们客栈的马, 今日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和尚文言, 哈哈大笑道, 贫僧只是借马一用, 何来偷马之说? 再者说, 你们这马原本就是偷来的, 贫僧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那壮汉一听这话, 顿时怒不可遏, 他抄起一旁的棍子, 狠狠朝和尚砸去。 就在这时, 李峰再也看不下去了, 他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壮汉的胳膊, 喝道, 助手!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怎能如此欺负一个和尚? 那壮汉见李峰身材魁梧, 气势不凡, 也不敢轻易招惹, 便兴兴地放下棍子, 道, 这位壮士, 你有所不知, 这秃驴偷了我们客栈的马, 我们只是想教训他一顿而已。 李峰文言, 心中疑惑, 他看向地上的和尚, 问道, 大师, 你为何要偷他们的马? 和尚抬起头, 一脸委屈地说道, 贫僧并非偷马, 而是借马。 贫僧云游至此, 见这匹马被拴在树下, 无人看管, 便想借来用一用。 谁知他们竟如此蛮横无礼, 不由分说, 便对贫僧拳打脚踢。 李峰听了这番话, 心中已有定数。 他看向那壮汉, 道, 这位大师说得有理, 你们怎能不问清红皂白便打人? 再者说, 这马若是无主之物, 大师借来用一用, 又有何妨? 那壮汉被李峰说得哑口无言, 他瞪了和尚一眼, 道, 算你懂事, 今日便饶了你。 不过, 这马是我们客栈的, 你若想借, 得付银子。 和尚闻言, 摸了摸口袋, 面露南色道, 贫僧云游四方, 身上并无银两。 李峰见状, 心中一动, 他掏出一定银子, 递给那壮汉, 道, 这位大师既然想借马, 这银子便由我替他付了。 那壮汉见李峰如此大方, 顿时喜笑颜开, 他接过银子, 道, 多谢壮士慷慨解囊, 这马你便替大师牵去吧。 李峰点点头, 他扶起和尚, 道, 大师, 你若无处可去, 便随我一起走吧。 我正好也要赶路, 我们可以结伴而行。 和尚闻言, 感激替灵道, 多谢壮士相救之恩, 贫僧愿随壮士一同上路。 就这样, 李峰和和尚一起离开了客栈。 他们骑着马, 一路向北而去。 行了约莫一个时辰, 天色渐晚。 李峰见前方有座破旧的庙宇, 便提议进去歇脚。 和尚点头答应, 两人牵着马进了庙宇。 庙宇虽然破旧, 但还算干净。 两人找了块空地, 铺上干草, 便准备歇息。 和尚从包裹里拿出几个馒头, 递给李峰道, 壮士, 吃些干粮吧。 李峰接过馒头, 道了生谢, 便大口吃起来。 他边吃边问, 大师, 你为何要偷马? 难道你真的缺钱吗? 和尚文言, 叹了口气道, 贫僧并非缺钱, 而是有钥匙在身。 这马的主人, 乃是一位故人, 贫僧借马, 只是想尽快找到他。 李峰好奇地问道, 哦, 你的这位故人是谁? 为何如此急着找他? 和尚沉默片刻, 缓缓说道, 贫僧的这位故人, 乃是一位江湖侠士。 他多年前曾救过贫僧一命, 贫僧一直铭记在心。 近日, 贫僧得知他身陷险境, 急需帮助, 便四处寻找他的下落。 这马的主人, 正是他的一位好友, 贫僧想通过他找到故人。 李峰听了和尚的话, 心中不禁对这位江湖侠士产生了敬佩之情。 他拍了拍和尚的肩膀, 说道, 大师,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故人的。 和尚感激地看了李峰一眼, 道, 多谢壮士相助。 贫僧法号惠能,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李峰道, 我叫李峰, 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 两人互相介绍了姓名后, 便不再多言, 各自休息。 夜深人静时, 李峰突然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 他睁开眼睛, 发现惠能和尚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心中一惊, 连忙起身查看四周。 只见庙门大开, 一阵冷风吹了进来。 李峰走到庙门口, 发现惠能和尚正站在外面, 仰头望着天空。 李峰走到惠能身边, 问道, 大师, 这么晚了, 你在看什么? 惠能没有回答, 他伸手指向天空, 道, 你看那朵云, 像不像一把剑? 李峰抬头望去, 只见天空中果然漂浮着一朵形状奇特的云, 看起来确实像一把剑。 他不禁感到有些奇怪, 这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就在这时, 惠能突然说道, 贫僧的故人就在那朵云下。 李峰闻言, 心中一惊, 他问道, 大师, 你怎么知道? 惠能没有解释, 他转身朝庙内走去, 道, 我们得赶紧上路, 否则就来不及了。 李峰虽然心中疑惑, 但还是跟着惠能进了庙。 两人牵出马匹, 匆匆离开了庙宇。 他们骑着马, 一路急迟。 李峰发现惠能的速度越来越快, 似乎有些着急。 他忍不住问道, 大师,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惠能头也不回地说道, 去救我的故人。 李峰又问, 你的故人到底在哪里? 我们这样盲目地赶路, 万一走错了方向怎么办? 惠能突然停下马, 转身对李峰说道, 壮士, 实不相瞒, 贫僧的这位故人乃是一位剑侠, 他精通剑术, 武艺高强。 多年前, 他曾救过贫僧一命, 并传授给贫僧一套剑法。 近日, 贫僧得知他被人陷害, 身陷淋雨。 贫僧通过灌云石像之后, 得知他此刻正被囚禁在一座山峰之上。 那座山峰, 正是那朵剑行云所在之处。 李峰听了惠能的话, 心中震惊不已。 他没想到, 这位看似普通的和尚, 竟然还懂得如此神奇的观云石像之术。 他深吸一口气, 说道, 大师, 既然如此, 我们便快马加鞭, 争取早日救出你的故人。 两人再次上马, 继续前行。 他们穿过一片密林, 越过一条溪流, 终于来到了那座山峰脚下。 山峰高耸入云, 云雾缭绕。 李峰抬头望去, 只见山顶上有一座巍峨的楼阁, 楼阁周围布满了铁链和锁链, 似乎是用来囚禁人的。 惠能指着楼阁说道, 我的故人就被关在那里。 李峰皱眉道, 这山峰如此陡峭, 我们怎么上去? 惠能微微一笑, 道, 贫僧自有办法。 说着, 他从包裹里拿出一根绳索, 系在腰间。 然后, 他走到一处陡峭的崖壁前, 开始攀爬。 李峰见状, 心中佩服不已。 他连忙也拿出一根绳索, 跟在惠能身后攀爬。 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爬上了山顶。 他们悄悄接近楼阁, 发现楼阁里果然有人。 那人被铁链锁在柱子上, 面色苍白, 显然是受了重伤。 慧能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他低声对李峰说道, 壮士, 你在这里守着, 我去救雇人。 说着, 他拔出腰间的长剑, 朝楼阁内冲去。 李峰守在门口, 紧张地注视着里面的动静。 突然, 一阵打斗声传来, 伴随着兵器的碰撞声。 李峰心中一紧, 连忙拔出腰间的短刀, 准备随时支援慧能。 过了一会儿, 打斗声渐渐平息。 李峰小心翼翼地走进楼阁, 只见慧能已经解开了那人的铁链, 两人正站在一旁说话。 李峰走到他们身边, 问道, 大师, 你的故人没事吧? 慧能摇头道, 他受了重伤, 需要赶紧救治。 说着, 他扶起那人, 准备离开楼阁。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冷笑声传来。 李峰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蒙面人, 出现在楼阁门口。 那蒙面人手持长剑, 指着慧能说道, 突驴, 你以为你能救走他吗? 今日, 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说着, 他挥剑朝慧能砍去。 慧能侧身躲过一剑, 反手一剑刺向那蒙面人。 两人顿时打斗在一起。 李峰见状, 连忙上前帮忙。 他和慧能联手, 与那蒙面人激战。 古时候, 在遥远的北方小镇, 生活着一个名叫李明的青年。 李明是个心地善良, 勤劳能干的小伙子, 他在镇上的一家布庄做伙计, 平时待人和善, 颇受大家喜爱。 这天, 李明接到家里的来信, 说他的叔父不幸病逝, 让他速速回家奔丧。 李明心中悲痛不已, 立刻向布庄老板告了假, 收拾行李踏上了归途。 一路上, 李明心急如焚, 只想尽快赶回家中。 他快马加鞭, 日夜兼程, 终于在第三天的傍晚时分, 来到了一个名叫青阳村的地方。 青阳村地处偏僻, 四周都是连绵的山脉, 平日里先有外人来访。 李明牵着马儿走进村子, 只见村中吹烟鸟鸟, 却不见一个人影。 他心中暗自奇怪, 但想到自己归心似箭, 便没有多想, 继续前行。 走了一会儿, 李明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 有一座破旧的宅院, 宅院门口挂着一盏灯笼, 灯笼里透出昏黄的光亮。 大白天的, 谁家会点灯笼呢? 李明心中生疑, 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他走近一看, 只见宅院大门紧闭, 灯笼在风中摇曳, 发出滋滋的声响。 李明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他轻轻扣了扣门, 却无人应答。 正当李明准备离开时, 忽然听到院内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 他心中一动, 再次扣门, 并大声喊道, 请问有人在家吗? 我是过路的行人, 想淘碗水喝。 过了一会儿, 门缓缓打开, 一个面色苍白, 形容憔悴的书生出现在门口。 书生见到李明,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说道, 原来是位过路的客人, 请进吧。 李明进了院子, 只见院内杂草丛生, 破败不堪。 书生请他到屋内坐下, 并端来一碗清水。 李明接过水, 一边喝, 一边打量着书生。 书生虽然面色苍白, 但眉宇间却透着一股不凡的气质, 让李明不禁心生好感。 两人聊了一会儿, 李明得知书生名叫张轩, 是个落魄的读书人。 他原本家境殷实, 但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家道中落, 父母双亡, 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 孤苦无依。 李明心中同情, 便问张轩是否需要帮助。 张轩却摇了摇头, 说, 多谢好意, 我自有打算。 说着, 他站起身来, 走到窗前, 望着窗外的山巒, 陷入了沉思。 李明见张轩不愿多说, 便也不再追问。 他起身告辞, 准备继续赶路。 然而, 就在他即将走出房门时, 忽然发现张轩的桌上 放着一盏点亮的灯笼。 张轩, 大白天的, 你为何要点灯笼呢? 李明好奇地问道。 张轩转过身来,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但随即恢复平静, 说道, 哦, 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我喜欢在白天也点亮灯笼, 觉得这样能让屋子里更亮堂些。 李明虽然觉得有些奇怪, 但也没有多想。 他向张轩道了别, 牵着马儿离开了青阳村。 然而, 就在李明走出村子的那一刻, 他忽然感到一阵心悸, 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他回头望了望那座破旧的宅院, 只见灯笼的光亮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诡异。 李明心中不安, 但想到家中还有丧事等着他处理, 便咬了咬牙, 继续前行。 一路上, 李明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他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加快了脚步, 只想尽快赶到家中。 就在李明即将走出山区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从身后传来。 他回头一看, 只见一群骑着高头大马的壮汉 正朝他追来。 李明心中一惊, 暗想这些人莫非是强盗。 他不敢怠慢, 立刻催马快跑。 然而, 那群壮汉似乎对这片山区十分熟悉, 他们骑着马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驰, 很快就追上了李明。 李明被团团围住, 心中慌乱不已。 他强作镇定, 问道, 各位好汉, 不知有何贵干? 为首的壮汉瞪着他, 冷笑道, 小子, 少装糊涂。 我们追你已经追了好几天了, 你身上的钱财和值钱的东西 都交出来吧。 李明这才明白, 原来这些人真的是强盗。 他心中暗自叫苦, 但表面上却装作镇定的样子, 说道, 各位好汉, 我身上并无多少钱财, 只有一些衣物和干粮。 你们若是不嫌弃, 就请拿去吧。 说着, 李明从行李中取出一些衣物和干粮, 递给了为首的壮汉。 壮汉接过东西, 却并不满意, 他一把将东西扔在地上, 吼道, 少来这套。 我们早就打听清楚了, 你小子是镇上不装的伙计, 这次回家是奔丧的。 你身上肯定带了不少银子, 快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李明一听, 心中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没有漏才。 他心知此时不能硬拼, 只能想办法脱身。 于是, 他装作害怕的样子, 说道, 好汉息怒, 我确实带了一些银子, 但那是我叔父的丧葬费用, 不能给你们呢。 壮汉们一听, 更加不耐烦了, 他们纷纷拔出刀剑, 威胁李明交出钱财。 李明见状, 心中一横, 他知道此时只能拼死一搏了。 他悄悄握紧了藏在袖中的匕首, 准备寻找机会突围。 就在这时, 忽然一阵阴风吹过, 周围的树叶沙沙作响。 壮汉们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心中生出一丝莫名的恐惧。 他们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慌。 就在这时, 一道白影从树林中闪出, 直奔李明而来。 李明惊呼一声, 只见一个白衣女子出现在他面前, 她面容清秀, 但双眼却空洞无光, 似乎是个鬼魂。 壮汉们见状, 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纷纷丢下兵器, 转身就跑。 李明也愣住了, 她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白衣女子, 不知所措。 白衣女子没有理会李明, 她转过身去, 朝着青阳村的方向飘然而去。 李明回过神来, 连忙牵起马儿, 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 跑了好一阵子, 李明确定那些壮汉没有追上来, 这才松了口气。 她心中既惊又喜, 惊的是刚才险些丧命于强盗之手, 喜的是那白衣女子出现得如此及时, 救了她一命。 李明回到家中, 处理完叔父的丧事后, 心中一直念念不忘那个白衣女子。 她想知道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救自己。 于是, 她决定重返青阳村, 去寻找那个白衣女子的踪迹。 然而, 当她再次来到青阳村时, 却发现那座破旧的宅院已经人去楼空, 张轩也不见了踪影。 李明在村里打听了一番, 得知张轩在几天前突然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李明心中失望不已, 但她并没有放弃。 她开始在青阳村附近的山林中搜寻白衣女子的踪迹。 她找了整整一天, 却一无所获。 就在她准备放弃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歌声从山林中传来。 李明寻声而去, 只见一个白衣女子正坐在山崖边, 手中拿着一只笛子, 正在吹奏着美妙的旋律。 李明心中激动不已, 她走上前去, 想要向白衣女子道谢。 然而, 当她走近时, 却发现白衣女子的面容竟然与张轩有些相似。 她心中一惊, 难道张轩和这白衣女子有什么关系? 李明试探着问道, 姑娘, 请问你是张轩的什么人? 她现在在哪里? 白衣女子转过身来, 看着李明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她叹了口气, 说道, 我就是张轩, 但我已经不是人了。 李明听得一头雾水,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白衣女子继续说道, 我因为一场意外身亡, 但心中仍有执念未了, 所以变成了鬼魂。 那天你来到我的宅院, 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善良和正直, 所以决定救你一命。 李明听完白衣女子的话, 心中既震惊又感动。 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更没想到张轩会以这样的方式救了自己。 她向白衣女子道谢, 并问道,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你的执念是什么? 我能不能帮你完成, 让你得以安息? 白衣女子摇了摇头, 说道, 我的执念太过复杂, 不是你能帮得上的。 而且, 我也不能长时间留在这个世上。 我就你一命, 也算还了你的恩情。 你以后要小心行事, 不要再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说完, 白衣女子化作一道白光, 消失在空气中。 李明呆呆地站在原地, 心中充满了感慨和遐想。 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少未知的事物 等待着她去探索, 也不知道自己还会遇到 什么样的奇遇和危险。 但她知道, 无论如何, 她都要保持一颗 善良和正直的心 去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李明的冒险 却还在继续。 她是否会再次遇到白衣女子? 她的未来 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些悬念就留给读者去遐想和探索了。 在遥远的古代, 有一个名叫柳镇的地方, 镇上有个叫林毅的书生。 林毅家道殷实, 为人儒雅, 学识渊博, 颇受镇上百姓的尊敬。 然而, 她唯一的遗憾就是娶妻多年, 却未曾有子嗣。 林毅的妻子名叫苏瓦尔, 是个贤良淑德的女子, 但她的肚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为了延续香火, 林毅决定那切。 这个消息一出, 镇上的年轻女子纷纷心动, 希望能成为林家的新夫人。 经过一番挑选, 林毅看中了一个名叫孟蝶的女子。 孟蝶生得娇小玲珑, 眉清目秀, 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灵气。 林毅对她一见钟情, 决定娶她为妾。 新婚之夜, 林毅喝得有些微醺, 回到房间时, 只见孟蝶坐在床边, 红烛映照下, 她的脸庞更加娇艳动人。 林毅心中一阵荡漾, 走上前去, 想要拥她入怀。 然而, 就在这时, 孟蝶却悄悄从袖中拿出一条黑蛇,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林毅见状大惊, 盲问, 孟蝶, 你这是何意? 孟蝶微微一笑, 轻声道, 夫君莫怕, 这黑蛇乃是我家传之物, 又驱邪避凶之能。 我今夜将她拿出来, 是为了保佑我们夫妻和睦, 家宅平安。 林毅听她这么说, 心中虽有疑虑, 但想到她的一片心意, 便也不再追问。 两人相拥而眠, 一夜无话。 然而, 自那夜之后, 林家的怪事便接连不断。 先是家中的下人频繁失踪, 接着是书房里的书籍莫名其妙地消失, 甚至连林毅的玉佩也突然不见了踪影。 林毅心中不安, 开始怀疑起梦蝶来。 一日, 林毅在书房中翻阅古籍, 无意间发现一本关于妖邪之物的书籍。 书中记载, 有一种黑蛇, 名为是魂蛇, 能够吸食人的精气, 使人神志昏溃。 林毅心中一脸, 联想到家中近期的种种怪事, 不禁对梦蝶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于是, 林毅决定暗中调查梦蝶。 她暗中观察她的行踪, 发现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外出, 而且行踪鬼秘。 林毅心中更加疑惑, 决定跟踪她一探究竟。 这天晚上, 月黑风高, 林毅悄悄跟在梦蝶身后。 只见她穿过几条小巷, 来到了一片荒凉的坟地。 林毅心中一惊, 暗想, 这女子深夜来此, 莫非真的与妖邪有关? 她小心翼翼地跟上前去, 只见梦蝶在一座孤坟前停下, 口中念念有词。 随后, 她竟从袖中拿出那条黑蛇, 放在坟前。 黑蛇如动着身体, 似乎在吸食着坟中的什么东西。 林毅见状大惊失色, 她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 梦蝶并非寻常女子, 她竟是一个要挟之物。 她接近自己, 不过是为了吸食自己的精气, 以达到修炼的目的。 林毅心中怒火中烧, 她猛地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梦蝶的肩膀, 大声质问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要害我? 梦蝶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她回过头, 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但很快, 她就恢复了平静, 淡淡地说, 既然你都看到了, 那我也不必隐瞒了。 没错, 我并非人类, 而是一只修炼千年的蛇妖。 但我对你并无恶意, 只是想借助你的精气修炼而已。 林毅听了她的话, 心中更加愤怒。 她用力一甩手, 将梦蝶摔倒在地, 怒吓道, 你这个妖邪之物, 竟敢害我。 我今日定要为民除害。 说着, 她拔出腰间的佩剑, 向梦蝶赐去。 梦蝶见状, 急忙化作一道黑烟逃走。 林毅紧随其后, 两人一追一逃, 直打得天昏地暗。 最终,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林毅在一座山洞中找到了梦蝶的藏身之处。 她毫不留情地挥剑斩去, 只见一道金光闪过, 梦蝶发出一声惨叫, 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 林毅看着手中的佩剑, 心中一阵怅然。 她虽然除去了妖邪, 但心中却感到一阵空虚。 她回到家中, 看着空荡荡的床铺,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 然而, 就在她心灰意冷之际, 一个神秘的道士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道士告诉她, 梦蝶虽然是妖邪之物, 但她对林毅的情意却是真的。 她之所以吸食精气, 也是为了修炼成人, 能够与林毅共度余生。 可惜, 她修炼的方式过于极端, 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林毅听了道士的话, 心中五味杂陈。 她既恨孟蝶的欺骗与骇人, 又连她的痴情与无奈。 她叹了口气, 将道士送走, 独自坐在书房中沉思。 时间如流水般逝去, 林毅心中的伤痛慢慢被岁月抚平。 她重新振作起来, 开始投身于学问与慈善之中, 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深知, 只有这样, 才能让自己心中的愧疚得到些许的缓解。 一日, 林毅在镇上救助了一个落难的书生。 那书生感激涕零, 将自己的传家之宝, 一枚神秘的玉佩赠予林毅。 林毅接过玉佩, 只见她晶莹剔透,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她心中一动, 便将玉佩挂在腰间。 自那以后, 林毅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的学问日益精进, 声誉也越发高涨。 更重要的是, 她的身边开始聚集起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为镇上的百姓谋福祉。 然而, 随着林毅的名声越来越大, 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也开始觊觎她的玉佩。 他们暗中设下陷阱, 企图抢夺这枚神秘的宝物。 但每次关键时刻, 玉佩总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将那些恶徒击退。 林毅越发觉得这枚玉佩非同寻常。 她开始研究玉佩的来历, 发现她竟与一位古代仙人有关。 传说中, 这位仙人曾将自己的法力封印在玉佩之中, 只带有缘人前来解封。 林毅心中一动, 决定寻找这位仙人的遗迹, 解开玉佩的秘密。 她辞别了家人和朋友, 踏上了寻找仙人遗迹的旅程。 历经千辛万苦, 林毅终于在一座深山之中 找到了仙人的洞府。 她按照洞府中的指示, 历经重重考验, 终于解开了玉佩的封印。 那一刻, 玉佩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将整个洞府照得如同白昼。 林毅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体内, 她的事业变得开阔起来, 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 她回到镇上,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众人。 大家惊叹不已, 纷纷称她为活神仙。 林毅却淡然一笑, 表示自己只是得到了仙人的指点, 还需要继续努力修行。 然而, 就在林毅准备继续自己的修行之路时, 一个神秘的身影 却悄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那人身披黑袍, 面容冷峻, 眼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她声称自己是梦迭的师兄, 因为梦迭的死而来找林毅算账。 林毅心中一惊, 但她知道, 自己如今已非昔日可比。 她挺见而出, 与黑袍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两人斗得难解难分, 只打得天昏地暗。 最终, 在一场激战后, 黑袍人败下阵来。 她瞪着林毅, 咬牙切齿地说, 你竟能解开玉佩的封印, 获得仙人的力量。 但我不会就此罢休,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说完, 她化作一道黑烟消失在空中。 林毅看着黑袍人消失的方向,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担忧。 她知道, 自己的修行之路还远未结束, 未来的路还充满了未知与危险。 但她也相信, 只要自己心怀正义, 勇往直前, 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 于是, 林毅收拾心情, 继续踏上了自己的修行之路。 她游历名山大川, 拜访高人隐士, 不断汲取着世间的智慧与力量。 她的名声也越发响亮, 成为了百姓口中的传奇人物。 然而, 就在林毅修行有成, 准备返回家乡之际, 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却传入了她的耳中。 原来, 那个黑袍人并非梦蝶的师兄, 而是来自一个神秘的邪教组织。 这个组织一直在暗中操控着世间的势力, 企图实现自己的邪恶目的。 林毅心中一灵, 她深知, 自己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她必须站出来, 与这个邪教组织展开一场生死较量, 保护世间的和平与安宁。 于是, 林毅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对抗邪教组织的征程。 她的身影消失在了远方的天际, 只留下了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 而关于林毅与邪教组织的最终较量, 以及她是否能够成功守护世间的和平与安宁, 这一切都成为了一个悬念, 留待后人去揭晓。 故事到此结束, 但林毅的传奇却仍在继续。 她的勇敢与智慧, 她的正义与担当, 都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 而关于她的故事, 也将永远流传在民间, 成为一段永恒的传奇。